在主燈區5米高的科技AI2下方地面 以內湖風光與人文故事為背景的互動式AR投影區 吸引許多小朋友跟著畫面跑跑跳跳 透過遊戲方式介紹內湖從水牛變滑鼠的生活文化發展軌跡 這次我們設計的一個內湖燈區 就主要是以TOMOTO 2為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叫TOMOTO 2 就是未來明天開始吧 就是未來的一個意識 所以我們又結合我們內湖這個科技園區 所以做了一個比較多的一些科技的一些產品 那像我們的主燈叫做AI2 AI2它是結合了一個現光2 然後做了一個科技的一個造型 然後做一個結構的一個組合 那最主要是我們的地面有一個 地面互動式的一個AR投影設計 讓民眾可以藉由遊戲 了解內湖從以前水牛變成滑鼠 這麼過程它是怎麼演變來的 位於大港前公園的內湖燈會 除了充滿炫彩科技感十足的主燈區外 副燈部分則是在草原區的八個大型發光氣球 以繽紛的畫風展現內湖的特色景點 與人文風貌 也是民眾最喜歡拍照打卡的熱點 它的副燈區是一個2 那就是一個有八個大氣球 那展現我們內湖所有的那個風景 民盛的一個地方 讓大家能夠了解內湖的一個在地的一些文化 這是我們最主要設計的一個主題 晚上往外飛 帶著燈兒把路照 飛來飛去不怕飛 天風 燈火蟲 燈火蟲 恭喜答對 燈火現場還有期間限定的互動機器人 能走能動還能和民眾猜燈迷玩遊戲 最受大人小孩歡迎 因為我現在是以內科為主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以這個意象來做一個發念 那像我們這次還有推出機器人的一個互動 那這個機器人他有分服務型的 有一個主題式的 那這個機器人他可以跟你互動做遊戲猜燈迷 那這主要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特色 公園周邊步道還設置兩條燈海狼道 一條以內湖光陰的故事為主 另一條則是以太空星球為主題 漫步其中相當浪漫 現場還有精彩的展演活動 內湖區公所邀請民眾 在台灣燈會期間到大港前公園 與科技AI2一起感受充滿科技感 與自然人文風情的內湖魅力 內湖魂會馬喚娃 記者張啟噌 台北報道 谢谢大家